我們可以在這個地方把兩個結合,還記得吧 這個就是兩個把它加在一起的話 我可以拿這個名稱好了 然後在這邊加一個SUB 這個SUB的話就是 名稱,SUB這個名稱有沒有 按Enter就可以了 就是SUB控義格 然後把這個名稱加上按Enter 它會自動幫我加上後括弧跟EnterSUB 再來的話呢,我只要在後面加一個Core 這個我想前面有做過 Core什麼呢? 樞紐錶跟Core樞紐圖 這樣它就把兩個串在一起了 我們複製好了 這個貼到Core後面 記得中間加一個空格 Core樞紐錶 底下的話呢,再去Core樞紐錶 再Core樞紐圖 好,那這樣兩個就可以把它串在一起了 樞紐圖 OK OK 好 這個SUB實際上將來就可以對應一個按鈕 所以執行看看好了 不過一樣會有同樣的問題 就是你一執行 這個名稱一定不能存在這個工作表 所以一定要把它刪掉 然後把它run一下 這個執行看看 OK,有了 有沒有 如果你在run一定會發現錯誤 為什麼? 因為同樣的名稱又存在 所以怎麼辦 這個問題 如果假設你要解的話 我想到應該最簡單的方法 這個把它刪掉一下 我想到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做邏輯判斷 那 如果 意思就是說 如果這個工作表已經在的話 那我們只需要做一件事 把它刪掉比較好了 OK,這樣應該邏輯最簡單 刪掉之後 再去新增 就不會出錯了 如果沒有刪掉 那名稱重複 就一直會有問題 那如何做判斷? 很簡單 如果在VBA裡面 要做邏輯判斷的話 OK 第一個的話 我在樞紐表 這個下方 做一個邏輯判斷 記得 如果這邊有黃色表示程式正在執行 請你按一下結束好了 重設 OK 然後那個邏輯判斷很簡單 可能要記一下 這個還滿重要的 如果一埠有沒有 空一格 什麼狀況發生呢? 就是如果它的第一個工作表 現在看起來 第一個工作表名稱是這個的話 怎麼敘述? 工作表名稱叫shed shet 再s 關乎後面的話是第幾個 index是第一個啦 OK 那這個敘述的話就是 第一個工作表的的話就點 點name name的話就是它的名稱 shed第一個工作表的名稱 如果等於什麼呢? 等於這個裡面的什麼名稱呢? 就是這一個 把這個名稱放到這個雙引號裡面 空一格 然後做什麼? then enter兩下 打一個endif 好,這樣結構就出來了 那這個敘述物就是如果這個工作表 哪個工作表? 第一個工作表的名稱呢? 假如就是這個的話 我要做什麼? then 那請你把如果那個條件為True的時候呢? 的程式寫在這個land的下一行 所以我喜歡一個tape鍵 tape就是它的下面要做什麼? 就是把這個工作表刪掉 那這個工作表是第幾個? 第一功,所以也是這樣 shed1 那要刪掉怎麼刪?很簡單嘛 它有一個方法叫點delete delete 應該會拼吧 delete 這樣就寫完了啦 OK 這樣就OK了,很簡單嘛 如果第一個工作表的名稱是這個 那就幫我刪掉 不過前提記得 如果你不是在第一個 你自己要判到 他明明在第二個 你就第二個 OK 那因為這樣 當然你說 可是我不確定是不是第一個 那可能要另外寫法 OK 我們這個寫法是針對目前看到的 它第一個 好 那這樣的話 其實執行的話 我們來跑跑看好了 如果跑太快 習慣上 所以其實就是在 樞紐表的第二行的地方 做一個邏輯判斷 好 那我們是 一般我習慣會在這邊設個中斷點 這個中斷點就是 讓它跑的時候先停在這邊看看 確定說 它是有被執行的 最後如果你要把它拿掉 再點一下就取消 點一下 把它run一下 run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run run一下 這個好了 run這個 執行一下 有沒有 這個時候呢 這個邏輯有沒有微觸 這個邏輯好像微觸了 OK 這兩個一樣 所以它把第一個刪掉 我按下F8 F8的話 增錯 F8 有沒有發現 它會跳出一個訊息 要不要把它刪掉 要 把它刪掉 好 這個時候呢 底下應該就會正確了 有沒有 它又產生一個新的 所以其實喔 剛剛的這個邏輯判斷 它就把舊的刪掉 然後等於是 你再把新的再產生出來 OK 如果確定OK的話 這個中斷點 就可以把它取消掉了 好 那我們成就寫完了 所以喔 最後就加這個敘述 在樞紐表的地方加上去 這樣子就完工了 那最後把它run一下 確保是OK的 這個不用刪了 我再把它run一下 所以run的時候是run這個 油標放在這個樞紐表 跟樞紐圖的中間 按執行 它會跳這個 按確定 它就OK了 所以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解決 剛剛會一直跳出什麼 名稱重複的問題 你就不用手動刪了 反正有沒關係啦 好 最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地方 插入一個按鈕 一鍵完成 插入這個按鈕 然後拖拉的時候 把這個名稱取叫做 Wi-Fi熱點前五名限制好了 這個名稱 然後把名稱複製之後 再把按鈕上面的名稱 做一個更改 好 完成了 這樣的話呢 理論上呢 我們就這個按鈕完成 當然你可以把它刪掉 再去執行 刪掉執行一定沒問題啦 或者是你不刪掉執行 可不可以 它會多跳這個啦 要不要確定刪除 因為你只要是 執行那個delete的方法 它就會跳那個是否刪除 OK 所以目前來看應該是不太影響 它頂多是會跳這個 警告你一下 要不要刪 當然你不能不刪喔 如果按取消的話 程式會有bug 所以一定要按刪除 OK 要新增了 今天的話呢 就是把這個程式把它完成 我剛剛寫的程式 主要就是在 記得喔 書榴表這邊 寫這三行而已 OK 應該結構滿單純的吧 條件就是 如果第一個工作表的名稱 是這個名稱的話 就幫我把那個工作表把它刪掉 OK 所以其實將來還滿多地方 可以做類似的動作 去控制你 以身有裡面工作表的 包括名稱 或者刪除 或者等等 OK 試一下喔 這個程式碼 雲端上其實有放 我是把它放在 我看一下 應該是放在 這個敘述的話 是放這裡啦 在第六頁的地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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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